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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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回来到TheTraveler 作手过客的频道 我是Anson 今天是9月26号下午3点27分 马来西亚时间 好久跟大家没有见面了 现在因为盘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我的这个资金水位的浮动 也还是徘徊在360千到450千之间 就没有太大的起伏 今天拍影片就会看到说 有一些东西要去注意的 目前的局面还是没有转成uptrend 可是 是不是讲说现在已经出底部了 现在目前来看 我今天拍这影片的目的就是 有一些东西要去做 我们需要做出一些行动 所以我才选择拍这影片 因为之前如果你看回我的影片的话 我们是从两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就是大概 以太坊是差不多在千八左右 OK千八千九左右 然后比特币是差不多在两万一两万二左右 OK然后我就说 Income down OK会跌 然后在这个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做了一个9月的简报 对这边两个礼拜前我说9月一定会跌 那个时候以太坊还上到两千 OK那么最后是跌了 那么这个跌幅过后 已经被消化了 不管是这个以太坊2.0的merge 还是airdrop的这个sell pressure 现在我觉得已经陆陆续续消化完了 所以消化完了 就代表说它会有新一波行动还是动作 OK因为现在如果我们看比特币的价钱 看天图 它的确还是在DL downtrend的状况 可是它已经好像触底的情况 这里一直跌不下去 OK那么这里它有可能形成一个潜在的W OK就很直观 再来就是如果我们拿这三点连成一条线 它是一个三角形123 所以这里已经来到临界点 我时常会讲做交易 就是要做在临界点的那个地方 either你做突破 要不然你就做反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是否已经触底了 我觉得它是值得去冒险 我先不谈说它会不会上涨 它在这个点位的确是一个好的赚配比的 一个多多单的点位 OK这个是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它不会它不会变的 OK我刚才讲说它会可能明天上 还是明天下这个是会改变的 因为这是一个概率 可是今天如果我讲的是我 我实际上讲鲜艳性鲜艳性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东西它摆在那边 它就是一个临界点 如果它真的是成功这里反弹上去突破 这里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临界点 然后最好的一个做夺位置 如果你是用这样子来想的话 这样子你这边risk多少感觉都很合理 只要不是太大的 drawdown 你自己要make sure你的damage cost 是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不是太大的 drawdown OK这样我讲你这里突破 我们至少都会看到这里吧 OK这个高点就是35% 甚至你可以看到这里的高点 这里的resistance 73%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因为大环境 毕竟这个大环境还是看跌 从目前为止 OK如果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外来因素 可能一些经济因素 还是一些人家看到这个信息会觉得说 哦这个市场开始要复苏 人的思想 而不是思想 人的情绪开始觉得 哎现在可以买了 当这个公司开始慢慢住起来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临来下一波牛市 OK在那之前都是风高做空 可是我们今天还要把它dive in到更细一点 就是我们还是要选diving OK你讲说不要完全忽略diving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忽略你忽略diving就是是你还是可以赚钱 可是你会损失掉很多你不必要的钱 OK我们能够去做这些防范 OK可是再次强调这也不是叫你去做预测 只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去做比特币现在是在减潜在的处底 如果放远来说 如果今天真的涨上去 这个是一个all time best price to long OK所以我的策略简单来说 你们可以围绕这个临界点 在现在这个底部你可以去做多 OK这个底部去做多 然后of course他跌下去的话怎样 你马上反向做空 OK不只是止损反向做空 OK这个很重要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天图 他有微微小小的一个底背离天图 微微小小的底背离 所以我现在是比较cautious on 他会涨上去的 所以我这张空单 我很有可能我就要去做一个对冲 还是我要反向做多多有这个可能 OK你也可以分批这去对冲 就是你可以partial的去h先 OK就是先部分对冲 假的我这个1000块的每这个空单 我可以放一个300块 300张contract的这个多单去对冲 然后慢慢慢慢觉得真的稳了 他真的往上涨 然后突破那个三角形的零界点了之后 那么你再打完进去都不迟 OK最重要就是你知道 你is aware of这个情况 他已经开始跟你走对立 而不是一直wishful thinking说 一定会大跌了 市场不好 还会再大跌 我不排除还会再大跌 我也希望他能够再跌 我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以太坊跟比特币 可是市场不是你家开的 他会上还会涨 还是要看大家的公司跟庄家在想什么 这样目前来说 我看因为之前以太坊2.0的merge也好 还是空头的sell pressure也好滴滴答答 这些一大堆又加上加息 这些东西全部已经被消化掉 在我来讲 而且庄家也会利用这些消息 来去做配合他要做动作 就好像之前以太坊上下拉盘 OK上上涨然后又上下跌 我相信做短短线的人应该很伤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去止损 可是因为我是做多单 哎做做中长线 基本上没有affect到我一点 OK一点都没有affect到我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会说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你可以用短线来去练习你的盘感 可是真正要拿来赚钱的那个 portion 我还是建立你做中短线或者中长线 好讲回来重点 所以这里有一个天图的debat OK所以要很小心他随时随地会反弹 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子这个形态是一个很好的很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你不要小看他 你小看他你就会少赚很多钱 你随时随地都要准备到说 哇这个很有可能会涨一个二三十八千 甚至更多 因为为什么从这边到这边 这整个形态用了多少时间来建立 一百四十三天 所以一百四十三天他的起伏 我跟你讲他回来这个W底座的颈线是哪里 就是回到这个三十 而且位置是现在很难达到 可是有哪一次的哪一个底部 不是人家觉得说他不是一个底部 OK就好像这个底部 那个时候也是没有人相信他会再上回 而且还突破前高 突破到变成去六万九突破之前前高 他也是类似于这个临界点 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领界点 全部领界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你看到他 你就要懂得去想办法去抓住他 不要到时候才看哎呀早知道 OK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掉来三万多 然后那个什么中国又关矿了这个那个 又ban crypto 了 可是还是涨上去 OK所以不要被那种新闻 新闻他是一个元素让你去想 庄家会不会利用这个消息 还是他特地放出来给你看他们后面 要做什么东西 OK毕竟这个金融市场就只有一个 原始的规则就是 大家是进来赚钱的 这样子庄家是拥有最多筹码 也拥有最多资讯跟操控力的 他肯定会运用这些信息来去割你们韭菜 这个是现实 可是有割韭菜就代表有肉吃 明白吗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站在 庄家的同一边 OK当然你是不能够去猜到他要做什么 我们也不用去猜他的动机是什么 可是我们要去想今天如果你as一个 出入市场的人你看到这个突然间的拉长 配合这个信息 他带给你的那个感受 我觉得很重要 就你情绪上面的那个感受 然后你怎么去应对 普通来说明你会怎样做 如果这样做 哎感觉是他落入他的圈套 他下一步 如果你是庄家 你会怎样去割 OK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而且是你在技术分析上面学不到 而且这个东西也是很有用 这个跟我最近在以太坊做空 赚到的这笔钱是类似的一个思考逻辑 你去想如果你是庄家 你拉是大好消息或者是加息 然后市场跌 然后市场会怎么想 哦很怕了 哎市场真的不好 要加息了要真的丢了 这样子你丢一定会有人买 所以买庄家买要买了你的便利货 所以为什么装 那个散户市场卖在最低点就是这样子 我最近才看到一个video 我现在给你们分享一下 给你们看这个影片 现在就是1613 他卖出200多万 又车了他还要往下砸 好好好 我故意把他吓坏了去 他还挺聪明 他底下挂了个大单的撑着 上面挂几百万砸 看咱看咱那个拍不拍他 这哥们还挺精 自己砸自己了 我们自己拍 给全部买房了 那人是故意的 他跟他跟他斗法呢 210万 你可以看到他是完全知道你在做什么的 当然这个是小庄 庄家有分大鲸鱼生小鲸鱼 可以了 他手里没过来就行了 没过来走 让他卖在最低点 这就是散户为什么总是乘销在最低点 总是卖在最低点 买在最高点 走起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小小的启发性影片 可是这个是DT确确在市场上面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今天刚才那个小盘口就有小庄家在操控 大的盘口 虽然不是讲完全100%他成功操控得到 而且我也怀疑了比特币跟以太坊他能够完全操控的话 可是少许的操控跟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运作 这是他们能够做得到的 so讲的这样多就是我们要去aware on这些event 这些event就是该eth merge 然后加息 这些东西 本来以太坊应该要涨了 因为他不是合并吗 可是他掉下来 这个是一个情绪点一个sentiment 另外一个情绪点就是加息 然后掉回下来 然后可是他稳住 这个他要带给散户什么 什么一个image还是什么一个情况 当然这些东西它是不是一定的 你可能可以讲说 以太坊 他是要割这些韭菜 所以他这波拉只是要优大家进去买了 然后还要割下来 这个是一种想法 可是这个想法 他是其实不会阻碍你去赚钱的 他只是给你一个想法 给你有一个底是说 如果他跟你的剧本走正反的方向 就代表你错了 代表你错的话 就代表你有一些东西 你没有想进去 你没有考虑到进去 然后他反方向走 那时候你就要知道你错了 错了不用紧马上反方向去做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你想错了 他跟你对着方向想 所以你就反的去想 因为你的那个参考的那些点已经不成立 不成立的话就会变成 反的是反向的一个助推器 你明白我要讲的意思吗 所以一样在这个点 现在大家都很bare 你能够在这个临界点去做多 18600 ok whatever 你能够进到点 在这个区域都ok 那么你可以放这里的低点 ok 这里的低点 17670 你可能放一个17000都可以 ok 跌破17000 那么你就反向做空了 因为可能17000 如果我们看比特币的话 之前我讲吗 我们的目标价是在13000到1万亿之间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 基本上是没有support了的 ok 这里一跌破的话 下一个点就是12000到13000之间 第一个support ok 中间可能会盘整一下 可是下一个目标价 应该就是1万亿到1万3 如果真的跌的话 所以你一定要很注意 就是你真的跌了 跌破到那个价位 你真的就需要止损 止损了 他往回上来 会不会有那情况 他砸了下去又上来 没有关系 你就至少你 你不要一直去想到说那种 你没有赚到的钱 看成一种损失 或者是一些你亏去的钱 不必要亏的钱 看成是一种损失 没有所谓叫做没有必要亏的钱 那个当下他hit到那个价钱 那个就是应该要亏的钱 应该要亏的钱 应该是在你的整个体系里面 出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什么本来看对这些东西 其实是不成立的 你当下看错就是看错 过后你看对 你可以过后才看对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冲突 ok get out我这个意思吗 这个很重要 所以现在我不是在讲说他会往上走 可是很大的可能 如果在往上走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走一个波段 ok 毕竟他天图底背离 然后 w 底座 然后 w 底座 如果要成立他要往上突破 真的是形成一个牛市 而那个牛市很有可能是在两个月后 三个月后他真的来我 ok 你真的想都想不到 他仅限在哪里 在这里 2万4 ok 2万4 然后更大的在这边 2万4 3万2 所以这些是他的check point 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够突破回3万2 这个你不要开玩笑 如果你那个时候还在死命死撑的空单的话 你会很痛 ok 然后当然到时候也是要配合一些其他的 市场的大环境了 ok 当然如果到那个时候 市场的大环境还是觉得还是跟你 你所看到的这个价钱形成背离的话 那么你要做什么 你应该继续做 因为对我来讲 整个市场的sentiment也好 大家的共识 跟大家的这个 对未来的期望 其实是影响股价也好 还是比特币这种最直接 而且是对我来讲是实相的地方 对于我来讲 对我来讲价钱是一个表象 可是这个表象能够让你赚到钱 所以有时候实相跟表象 他会能够背离的 那么背离的那个情况 你是要怎么去追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情况在背离 虚项在往上走 价钱在往上走 你要不要追 你要追可以追 而且你也应该追 因为照着反身性的理论的话 他越长他就越穷 越高越可以买在背离的时候 因为人的那个sentiment 可是当一个极点的时候 你永远要记得你要留一条后路 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背离 它随时随地会找回下来 我可以这样找一下 你就要去做对应的对策 你明白这个就整套剧本 你这样子去想东西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剧本 你就懂什么时候你的剧本在发生 变动或者是大的一个转折 大的转折的时候 就是当实相跟虚相 在走同一个路线的时候 同样的他也会进行 进行一个反升性的一个效果 就是他会不断的叠加 然后会越来越放大 放大到最后 大家都不理智的时候 那个时候又是一样 你又要开始知道 这个可能是你的剧本的下一个转折点 OK 这个就是我时常讲的周期的理论 然后你怎样去catch 不是叫你去catch 每一个底部跟顶部 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能够大概知道 现在越来越对你来讲 你现在吵到我现在持有的空单 是否我现在是在很舒服的环境 可以继续的无脑去hold他 还是我要越来越小心了 感觉已经不对这样 虽然我一直在赚钱我很爽 可是是否这个情况 会一直不断的延续吗 还是他现在还是只是刚刚开始 他还会继续不断的放大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quantum的思维 OK就是因为市场我可以跟你讲 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 市场也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也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所以你当你认同 跟觉悟叫这件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你不要看任何的博主都ok了 因为没有一个博主他都会 他会知道明天价钱会去哪里 ok没有人会知道 ok也没有ok明白这个我讲到烂掉了 ok所以讲回来 现在18,500可以做多到17,600 1万7千做止损 ok或者是你要选择这边突破 你才做交易也ok 可以做突破单 如果要突破往上 你在这边2万2的时候 只要他突破这个resistant 你也是这样可以去做多 因为这里他突破的话 这里底背离就成立 他就会走上行线段 就会跑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ok那个时候的MACD就很强势 ok就要看他怎样发展了ok明白我意思吗 他就是他走会走uptrend 天图走uptrend 地要走uptrend 然后又突破这个三角星的收链形态 这个临界点又加上他突破W的颈线 ok很有可能真的会来一波小牛市 真的说不定 ok可能回到3万6甚至4万都有这个可能 到时候再来看他会不会因为这些阻力 因为这里还有一连串的阻力吗 对吧 他会不会在这边停掉 又是一个问题 so that这些都是剧本的一个 会好像一个剧本他会有不同的chapter 第一幕第二幕 这些就是所谓的第一幕第二幕 他怎样都好 如果他要上他一定会经历这些东西 如果他要下 他也一定会经历哪一些东西 所以这些剧本都是所谓的 可以大概的去抓到一个点 然后你知道说哦现在到这个checkpoint了 我是否要做下一个动作 还是我要进去后 你就会有就会拿分叉路去做决定 这些每一个分叉路 其实也是每一个剧本的一个延伸 然后这个剧本你去看到底 他符合哪一条路 当他走那条路的时候 你本来走A路 他走去B路 这样你就要赶快放弃掉A的策略 你在做这种东西 马上转去做B ok 这个就是我交易的一个方法 跟我在想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你今天问我 你有很多人实行会的跑来问 Answer你觉得价钱会涨一点 我其实我真的给不到一个答案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可以我只能够讲 现在旁边还是看跌 我怎样看跌跟现在买卖掉是不一样 你会问我两个问题 你现在是怎样看我 他会讲看跌 这样我现在可以卖吗 这样我讲会 我会讲不知道 或者我会直接讲说 你等高一点在卖 这样高一点是多少 其实就是我回不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ok这样 可是我又不想失去礼貌 就是还是回答到你 因为这个你解释多 你好像现在我要解释整20多分钟30分钟 而且你要跟一个新的小白这样解释是 是 你觉得你故弄宣虚 或者是你不懂在讲什么 ok这样不容易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就跟你讲不知道了 ok so今天讲到比较啰嗦 ok这是for比特币 以太坊的话 我相信以太坊那边2.0的东西已经消化到七七八八了 只是比以太坊他现在对我来说 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空头的一个情况 可是因为如果比特币他真的形成底部 说不定他这里这个千二的这个支撑点 为其是之前我讲的目标价也是差不多达到了 只是没有掉到准准千二了 ok之前你看回我的视频的话 我有说我的目标价是千二 他讲i'm gonna dump 然后目标价是一千三 然后一万三千for比特币 然后以太坊下一个目标价是千二 然后他是掉到一千一千两百 一十五啦 ok一千两百一十五最低 所以会是一会是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讲我的标准是这里的resistance 他也的确是掉到这里的resistance ok 所以现在就要看他这里的resistance 会不会 会不会形成support往上弹 有着可能因为比特币会助他一波 因为现在以太坊的这些 对我来说已经消化到七七八八了 这些信息已经是过失了 不用再去看 ok的确以太坊的这个 merge跟升级是以长远来说一定是利好 因为为什么通货紧缩 ok pos他的产出量直接掉了九十八千 对不对 ok 只是是不是现在那个timing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买的确 你讲买现货没有问题 我我强烈建议你可以买 ok你每两跌两百块你买一轮 你到最后一定是赚的 可是讲现在操作合约做交易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你该止损还是做止损 ok 这是以太坊 可是我还是讲以太坊整个盘面 我还是看跌 可是就要看他跌之前 会不会有比特币把它服一服 如果比特币还没有涨之前 他就跌破这样他有可能有可能他就跌回到八百块 到时候等比特币真的形成他WD 拉上来的时候可能他才从八百块涨回到一千块 他的确还是涨 ok 可是待命不对 ok 你没有要回事吗 所以你可能因为这样子亏钱 所以你要知道两个是互 互扶持这样 相辅相撑 你要怎样知道他的待命什么时候要去运用 他还是要去避开他 ok 以太坊现在还是一个 Lower low 跟Lower high 然后这里跌破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八百到九百块 甚至更低 ok 我是 我一直希望以太坊可以跌到更低的 跌到更低可以烧更多或一之类推 好 这个是今天我的这个交易备忘录的这个视频 然后 我现在目前我继续hold着 然后如果有什么更新的话 我会更新在我的discord 因为我的discord是直接连我这个account的API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得到说 我进单出单 然后赚多少钱亏多少钱 全部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样当然这个只是for VIP的福利 福利 福利不 VIP的福利 就是你在这个YouTube 你可能能够sign up member 这样member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API咯 不止API 还有我的一些分析 就是简单来说你是一个 你可以更单 然后你还可以看我是怎么想的 我会把我的想法放在这里 ok 然后我的API在这里 这些全部是拉API的数据来的 ok 然后 啊 VIP的话有ZERO图案的影片 包括了我刚才讲的那些逻辑 我怎样赚钱 我怎样看这个市场的 都在这边ZERO图案 这里有差不多24个小 25个小时的影片 你们可以去看 我强烈建议你们去看 如果你是真心想要把trading搞好的话 这个是中长线的那个交易思维 ok 那么如果你想要自己做交易的话 不要看影片也没有关系 可是请 please 看完这个影片先 ok 影片的末端还会pop up出来 你可以看完 这个教学影片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完全不懂 然后就进去交易 这个会害死你的 ok 至于怎样去 我是用交易平台用的是bybit ok 所以你们去用这个链接申请就可以了 这边上面 或者是影片下方有这个bybit的link ok 这边有4050块美金的这个美金啊 这个正经会sign up 会给到你们 ok 你们可以点击这个申请 然后referral code是7045 ok 一定要用这个link才有这个正经 有什么问题 关于reward的claiming 怎样去拿bonus的钱 discord里面有写 你可以直接问班长 ok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机拍摄小铃铛 so that 下一个交易被忘录的影片 就不会错过了 拜拜 拜拜 祝你们交易顺利 嘿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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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华神经 拥有坚硬的心